我要買Gopo 8了 因為我剛才的Gopo 7 從這裡掉下去了 我的Gopo從6樓掉下來了 在哪裡 在這裡 來 3 2 1 嗨 各位好 我是狐狸 我要買Gopo 8了 因為我剛才的Gopo 7 從這裡掉下去了 剛才拍閃電的時候 因為不想把這個拔下來 這氣盤一拔下來 等一下濕濕的 會滑掉 吸上去的時候 會滑掉 吸不上去 所以我以前拍戲量都是這樣 打開防水蓋以後 然後Gopo站一秒 我只要這邊輕輕跳一下 Gopo就會稍微掉出來一點 然後我就用手旁邊把它拿出來 結果剛才因為下雨呢 雨太大了 打開以後呢 可能Gopo裡面太濕了 我就這邊輕輕敲兩下 然後沒注意呢 太暗了 沒注意 再看的時候 Gopo已經不見了 它已經從這裡滑下來 掉下去了 掉下6樓了 等一下呢 我要賴我美國的朋友 叫他再幫我訂一台Gopo 8了 嗯 原供價很便宜 再買一台Gopo 8吧 要賠他錢嗎 不用啊 這爸爸出錢的啊 6折而已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去樓下 剪Gopo的影片吧 走 我的Gopo從6樓掉下來了 在哪裡 在這裡 好像沒壞耶 幹機車 6樓掉下來 趕快剪 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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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斷掉了 這邊壞掉了 等一下 先找燈光 碎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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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哪裡 側蓋跟底座斷掉 完蛋 側邊摔破了 找不到側蓋 喔 手電筒呢 也超大的 機車 這邊都濕 這裡 有有有找到了 還有一個 側蓋 側蓋 側蓋可以買 沒關係 你也看到 還來這裡 應該不會彈這麼遠 地坦式搜索 靠腰全身都濕了啦 媽的 可以買GoPro 8了 可以買GoPro 8了 可以買GoPro 8了 趕快叫老虎幫我訂一台了 沒有看到側蓋 好 不找了 回家了 回家了 那個無所謂 回家了 可能進水了 我的GoPro可能進水了 回家了 我的GoPro可能進水了 至少回這個 這邊 這邊 這邊這蓋子沒啥 這邊摔破了 可能會有點進水 明天再開機看看 明天早上再一早了 然後等一下廚師看能不能那個 明天看能不能開機 要不要開機看看 我先把電池拔掉好了 看起來沒有進水 看起來應該沒有進水吧 這邊這邊那個 這邊有進水 拿去除濕機 好好好 來除濕 就這樣除濕吧 這已經有點斷裂了 沒關係 反正沒防水無所謂 能用到時候明天開機能用就好 我們是要買GoPro 8了 這樣就可以 下禮拜二要出了 打電話給老虎囉 是美國朋友 對 我先去洗澡 嗨大家好我是狐狸 現在外面還在下雨 因為想到 明天早上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應該會去濟用港吧 但那時候還是需要用到GoPro 所以就把GoPro拿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它摔得怎麼樣 首先 這個前面的鏡頭蓋 沒有去撞到 還完好如粗 然後這邊顯示的螢幕也OK 最重要的 後面 這邊後面的那個LCD螢幕 也沒有問題 沒有摔到 它只摔到了這裡 這裡的話呢 側蓋掉了 明天早上再去找 然後底座電池蓋旁邊呢 這邊缺了一角 在這裡 這一角有點裂開了 反正就不防水而已 還要看它能不能開 能開的話就不防水而已 然後 電池 我們開機看看吧 想等我你們明天起床再幫我開機了 好 來看能不能開機吧 不能開機的話就去買台GoPro吧了 然後我剛才跟我美國的朋友講過了 剛剛我起床 我剛好找他聊天 他不確定他朋友還在美國GoPro上班 因為他說 他朋友去年就打算退休了 但是我是去年聖誕節請他幫我買的 一月 今年一月就送回來了 如果不行的話 就等美國聖誕節請他幫我買吧 那時候應該會有特價 廢話不多說了 來 我看前螢幕你們看好 那個 後面五台3 2 1 欸 有我看到7了 看到7了 欸 沒有記憶卡 沒有記憶卡 OK 忘記裝記憶卡 好 先關機先關機 來 裝記憶卡 還能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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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仔細看一下 這邊 欸 這個手機不夠廣 好吧 我再拆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他這邊側邊 這邊有點裂痕 只是裂痕 稍微有點 翹出來 有沒有看到 這一塊有點翹出來 其實有點 這樣子 有點翻動吧 對 然後呢 看到這邊這一塊 這一塊 當初是在 雨天裸露在外面的 夏雨天裸露在外面 這邊有片塑膠 薄塑膠 應該是防水的 所以當初這片裸露在外 其實應該 裡面應該沒有什麼 有在閃電 裡面應該是沒什麼 沒什麼進水才對 反正能用 欸 我說啊 裝記憶卡 好 還要試試看能不能錄 喔 我看到了問題 看得到嗎 這個 這個角落 這個角落 有點 有點 那個 螢幕有點 乖乖的 一般我放記憶卡以後呢 我會先Formate 有在跑 嗨大家好 我是火力 我們現在賣的那個 GoPro摔 從六樓摔下去 現在已經 救回來了 錄一段影片看看 還能不能用 OK 其實其實 有對到焦 對焦 還能錄影 還有聲音 影片到這邊 喜歡就訂閱吧 好 拜拜 現在要來去找昨天 掉下來的側蓋 昨天呢 晚上呢 下來的時候 看到GoPro大概掉在這位置 然後呢 底座大概掉在這位置 那側蓋不曉得 掉在哪邊去了 真的沒看到 你看一下昨天 一二三四五六 會掉下來 然後 看到這裡 然後 蓋子在這附近才對 沒有咧 怎麼會這樣 擴大搜索範圍 這彈太遠了吧 看到了 看到了 在這 喔 差點掉進去 好 六樓 掉下來 一座 到這裡 GoPro看這裡 然後 側蓋 看這裡 手工 欸 1.8 回家 啾 啾 咧 早上呢 去撿回了這個 GoPro的側蓋 我把它裝回去 裝不回去 尷尬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來 給你開機 來看一下 這電電給我 電電 開機 好 還可以用 還可以用對不對 我們終於修好你了 耶 爸爸把你的 兩個蓋子都找回來了 乖乖 好 這段影片記得訂閱我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開了 記得訂閱我 六樓 這個掉下去 竟然沒壞 你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